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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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叫什麼 空難 空難事件事別化 然後今天又經過一般的努力呢 我們又不小心的產生而已 好多資料 可是因為資料實在是太多一千多筆 所以還是一大杯空白 所以 我們看一下這個圖好了 我們看一下現在做到什麼程度 我稍微拉一下 我開始播放 它會顯示圈圈就是那個 史上人數的數量開放 你可以看到 跟上次一樣 一開始也是很多的 在那個空難事件集中在印第海峽 然後慢慢的招呼美國去 美國本土跟那個歐洲 然後漸漸的 到那個什麼 澳洲啊 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 他們邊際開始游了這樣子 OK 然後其實早期這段時間都是比較 數量比較沒有那麼大 就是史上人數可能沒有 因為飛機都比較小型這樣子 OK 上次我們在看的時候還沒有這些資料 今天有把它做到這個部分來 OK 然後到1968年 然後1969 1970 這個數字其實相當多 到目前為止可能都還不是很大的那個數據 好像都還是集中在歐美那一代 中間忽然跳到2000年 因為我們剛才後來決定集中火力把2000年之後做完 然後你可以看到一個很大的圈圈 那個是911 那應該是史上最大的空難 那應該不是說空難 而是說因為空難造成的死亡人 比方是2000多人這樣子 然後那一天其實就有大概四起的墜機事件 分別是沖上那個世界貿易中心 跟那個五角大廈這樣子 對 然後其實跟一開始就不太一樣 其實漸漸的就是全世界各地 都會開始有那個空難事件發生 OK 我們等到泡完 我應該是有五分鐘嗎 對不對 反正我沒什麼話要講 我們就來欣賞那個 好這麼快 沒關係兩分鐘嘛 2012年 OK OK 對 然後呢 快結束了快結束了 好 結束了結束了 好 不過我們還有第二張圖可以看 我看一下 然後剛剛有一位那個朋友 他很厲害 就看到這邊有地震的資訊 我們就順便來視覺化一下 所以那就看一下 OK 全球地震 好 這維度就很大 你可以看到他會比較集中在 像是那個雅霧板塊 或者是那個北美這樣 喔喔喔 有些報大就很大 因為這其實每一個 你就算看到小圈圈 每個都幾千人 好剛剛那麼大一個 可能就是上萬人 十幾萬人這樣子的規模 好 然後如果我們還有時間看完的話 我們等一下還會看到那個 南亞大海嘯 還有那個921等的世界 喔 我們還有 還有多少時間 還有多少時間 夠啊 夠啊 一分鐘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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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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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一小小一個爆出來 然後剛剛那個 我們那麼大一個 那個就是那個 這個不知道是什麼 我們打回去看好了 還有時間嗎 這是海地的地震吧 對海地 這是什麼 對這個是海地的地震 這樣多少人啊 三十一萬六千人 這是非常恐怖的數據 那這個視覺化 可以讓我們看到一些 實際上會更震撼的數據 就像我們今天早上看的那個東西 以及伊斯蘭的恐怖攻擊 在查理雜誌 事件過幾天 就有個數千人的圈圈 這件事情在新聞報道 你不會看到 但是如果我們把數據 客觀的顯示出來的話 你可以看到一些 還有一分鐘喔 OK 你就可以看到一些 比較我們 比較觀察不到的數據 這樣喔 OK 那這大概是 我們這次的成果 然後控難的這個資料 我會陸續還是有時間 慢慢把它完成啦 不過其實以剛剛那個 剛剛那個播放來看 其實數據態度好像看太久 也沒什麼意思喔 也許我們坦掉一些 比較小 OK 那大概是這樣 感謝大家